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中国现在有底气 当然他认为是中国的误判 他说中国有可能会像普京一样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就有可能发动战争 会用侵略的方式来回应全世界各国家的一些官网牌 再看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发动战争 所以他认为尽管中国现在经济不行了 或是说很疲软了 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呢 他自己认为中国还没有到要改变策略 或者说让步的时候 他依然有底气 何平先生您认为博明先生讲的这个习近平的底气 是不是存在 博明先生呢是川普时候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 第二号这个角色 所以他的讲话呀 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 而且发表在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上面 我没有看具体的内容 但是从标题来看还是有道理的 就是习近平有底气 你刚才讲了他的具体的这个内容 因为博明先生他在中国遭到国安人员的伤害 人一旦被伤害之后啊 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时段的缓解的话 这个是受到的心理伤害是蛮严重的 王庆能够理解他对中国的这样一些看法 尤其是他在川普时候也扮演了那么一个角色 同时呢 现在他是共和党批评现在的办论政府的对华政策 所以他的看法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 或者是有一定的独特性 我觉得习近平有底气是这是肯定的 虽然西方最近一段时间讲中国的经济有问题 很多的中国的朋友也感受到现在中国的经济的问题 或者是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或者是这个法治可以说是乱来 要抓谁就抓谁 要控制谁就控制谁 运痕非常之多 这都是事实 这都是事实 但是习近平不等于他的权力受到什么真正的挑战 没有 我认为习近平的权力的稳定 应该是中共建政以来最稳定的一个中国领导人 他的权力的稳定性 既超过了毛泽东也超过了邓小平 更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 原因就在于还不在于他有多狠 而在于人们对当今的世界的看法 已经不像 那个时候对革命啊 对颜色革命啊 或者是暴力革命啊 或者是推翻一个政权啊 或者是民主变革啊 或者是政变啊 有那么多浪漫的想象了 因为人类啊 到了今天啊 就是他的这个 接收信息的这个速度啊 比过去大大的加快 以前在国际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呢 都是靠参考消息啊 或者是靠 就是非常有限的资讯进行判断 现在的资讯很丰富 很丰富 你看看这个1989年之后 没有几个革命 成功之后 有什么好日子过的 国家甚至更加混乱 甚至内乱 所以人们对这个事情越狠是假 越狠是真的 但是你说要他去革命啊 要去做什么事情 这种可能性非常之低 虽然有一些很勇敢 但是也被中共收缩的差不多 送到监狱去受刑这个折磨 那中共体制内呢 什么将军啊 什么省委书记啊 什么部长啊 什么政治局委员啊 什么公安部 什么人啊 政华委书记啊 这些人他的权力 都来自于党的富裕 党不给他权力 什么都没有 他跟当年老毛的时候不一样 老毛的时候将军就是将军 他是土匪出身 对吧 他土匪出身 他就有土匪的性格 现在这些都是文人出身 或者是文化人出身 对吧 给了一个书记 给了一个什么职务 他也许他的个性会比较张扬一点 也许做了一些事情出格一点 但是并不等于他有力量 他有这个贼心 有这个贼胆 有这个贼想 但是他没这个贼力啊 对吧 没人跟他跑啊 对吧 因为中国的整体的经济的情况 虽然去一个停止 或者是幻缓的一个阶段 或者是速度没有那么快的一个阶段 但是 但是仍然 一般日子过得还可以 所以在老百姓的这个阶层里面 中共的政权 习近平的政权是相当的稳定 这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底界 第二个是在外交上 习近平这个我跟今天跟这个我们的六博士讨论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外交啊 是战略是平衡的 战术是笨拙的 他很同意我这个判断 就是说 习近平的战略为什么是平稳的 那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上来讲 介于这个国际政治啊 就不是那么的积极 不是那么的积极 也不是那么一年选边 那当然以前是没办法意识形态时的冷战时的 那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中共就发现 我不管你什么国家 什么这个皇权也好 专制也好 民主也好 什么宗教也好 而我就给你做生意 然后做生意 发展经济是中共的一个主要的国际关系的一个部分 意识形态并不是最主要的 包括他搞了什么大外宣啊 什么孔子学院啊 什么海外警察 你真正仔细去看都没什么作用 都没有什么力量 也不是真的在玩 是假的浪费钱 从我看来就是浪费钱 浪费经费 通通都应该取消 什么大外宣 什么孔子学院 你搞一个女人学校就可以了 还搞一个孔子学院 这个名字一取 就注定了你的灭亡 大外宣 你就是在自己搞一个好的网站 你自己的这个媒体都搞到乱七八糟 还搞什么大外宣 这都是没什么作用的 他在外交上采取比较务实和平衡的做法 所以使他的国际空间 并不是那么狭窄 主要是西方媒体揭露他 主要是西方政客讨厌他 主要是中国的一批八十年代比较浪漫的知识分子 厌恶他 因为他们的人权 他们的年龄自由受到很大的打击 他们这批人是受到伤害最大的 可以说还有一些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转型过程中间 他们受到伤害也大 尤其是疫情的封锁 如果他是一个很庞大的企业 他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个企业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 封锁一年 不像美国 美国很多企业没有倒掉 当然倒掉也不少 那就是政府及时的帮助 中小企业没有得到政府多少的帮助 政府不把你责死就不错了 所以大家的怨恨很多 但是这些怨恨都不会形成一个真正大的力量 中国的经济的体量 仍然是非常强大 而且在新的产业变化中间 中国作为整体来讲 几乎 我是比较乐观 我几乎认为是新技术革命这个潮流中间 第四次产业革命中间 中国仍然是产业主导性的国家 而别的国家在几十年之内 但是根本没有取得了可能性 什么突高啊 什么中国加异啊 什么去风险啊 这些想法都是主观的想法 一阵风 根本就实行不了 因为主要是没有这样的经济体 这才是习近平的底气 那是不是习近平要去打什么仗呢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是台湾的危机 比如说朝鲜半岛的危机 比如说南海的危机 比如说中央的危机 这个需要每个事情来讨论 但是中共 这个 我觉得 就是说 它的军力当然现在是非常强大 但是它的企图性还是会受到压制的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 这个战争一旦开启是没得收场的 五十年代 这场朝鲜战争在中国的官方话语里面 好像是很牛 但是实际上打了一仗以后 把中国的语言气打掉一半了 后来再搞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这都是根由之一啊 所以你看看后来中国的战争 都是非常小心翼 跟苏联打了一个民兵战一样的 不是民兵战 这边上有小小的冲突 对吧 跟中越吧 就打一下赶紧就撤出来 其实比我们边境冲突 跟印度打一下 进去印度赶紧就撤出来 它不是一个想长期进入到战争中间的这么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知道战争这个东西一旦进去 像美国不一样 美国的力量太强大太强大了 所以美国进入了这争动战争 进入很多战争 搞了几十年花了那么多钱 要是中国这么搞的话 中国经济就惨了 所以我觉得中共在动武方面 战争方面是非常非常小心 习近平不是普京 另外博明先生呢 他特别分析了一下习近平的特点 他说习近平最大的特点就是善变 他上台之后 这十多年当中 他各种政策大大小的政策变化 变化之后呢 总是就是自己会有点自乎不暇 但是他特别强调一点 说这个习近平在这十一年当中 特别固执的一点就是大清洗 党内的整顿 他说他看到的目前最为准确的数字呢 是习近平从上台到今年十一年当中 一共在中共党内清洗了350万的党官党员 所以呢 他觉得这个习近平在党内一定是树敌无数 他举了例子啊 他说当年斯大林也是一直在军队当中啊 在苏联党内搞大清洗搞大整顿 结果呢 他把这个整顿啊一直拖到了这个战争状态 所以最后呢 他个人没有遭到任何负面的 就是报复啊清算之类的 因为他死在任内嘛 所以他呢有一个 他认为是最好的猜测 当然他这个最好啊 可能是指向是对习近平的解决最好的一个猜测 就是习近平如果 树敌这么多清理了这么多的官员 不想遭到反噬和报复的话 最好的选择就是死在任内 您认为习近平会死的任内吗 这个是一个名啊 这个是一个完全猜明啊 但是呢就是习近平的清洗和斯大林清洗是本质上不同 斯大林的清洗跟毛泽东的清洗还有一点的接近 习近平完全不同 习近平是反腐败 他也谈不上什么真正对他挑战的政敌 有未有了有 但是行不成失利 行不成失利 反腐败是民众的基本要求 中国太腐败了 但是呢反腐败没有走上法治 才是我最最担心的东西 不是说不该反腐败 而是说反腐败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走上法治的这么一个管道里面 这些他打倒的人嘛 谈不上是他们多少敌人 也谈不上多少盟友 都不是 你说李尚福和秦刚社会的盟友 都不是他的部下 这种部下来一个 算一个走一个也算一个 他都谈不上什么力量 薄熙来这些人都谈不上政敌 薄熙来我都写过这样的书 也思考过了解过这些情况 薄熙来有薄熙来的个性的问题 有他的政治野心问题 但是他说形成一个党内多大的力量 让习近平进行策略性的权力挑战 都谈不上 这个中国的政治派系 不像毛泽东时代 党内没判千奇百怪 错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千奇百怪是正常的 都是脱匪流氓 在各个三头人来的 那当然有派系啊 现在你上海的干部不一定是上海的 你山东的干部不一定是山东的 没有一业二业三业四业 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讲 这都不是问题 千奇不是问题 那至于这个 这个 就是说 他是不是死在任内吧 这个程度是查证 我不能还保证说 习近平对权力没有那么贪婪 但是我是说 这种可能性应该相对的比较低 习近平对中国最大的可能最终的一个贡献 就是建立一个权力的比较具有平衡感 能够最优选择的这么一个呢 这个接班人的这么一个体制 这种体制还没有在细节完成中间 我认为大体的方向正在朝这个方向走 习近平在此这个任内啊 这都是傻的不能再傻的这个东西了 这个我认为可能性反而是相当低 当然了 如果他现在死了 那有可能 那你说二十年三十年 他还不死还在任上 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变速非常之大 那习近平如果他能够根据形式 而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材料和政策变化呢 这也是对的 不存在错误啊 现在的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不是不存在问题 是怎么去认知中国的这个变化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里面讲一篇对中国的变化 至于哪一篇 哪个人可以讲得更准确 有些东西不是蛮有答案的 所以大家都是要 一定要包容 对中国政治的各种看法 各种分析 不要请了一句给对方一个帽子 什么极右啊 或者是极左啊 当然是极左和极右是真实的存在 但是呢 就是说 不要简单地否定别人的一些看法 但是你可以坚持或者是尽可能找到自己的一些看法 在我看起来呢 就是说 中国人的思维在某一些群体里面 它太单一了 不够丰富 我觉得我们要尽可能地对中国的问题的看法多一些丰富的层次 对 所以习近平来说 就像博明他分析的一样 就是 确实习近平 大家观察到 就是他上任11年以来 他有很多的变化 他自己的变化 自己的一种 自己推翻自己的 或者说自己的一种革命斗争 所以呢 其实也是习近平来说的话 你到底怎么下一个定论像刚才博明讲的 会不会死在任内 按照习近平他的这个计划来说 我相信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计划 他一定不会让自己就是真是干到精疲力尽 最后倒在台上开会的时候 不可能 当然 除非是突发事情 对对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